家里的光照条件不好 也就是半影音的环境下如何养好乐极 我这边的花全部是全日照的环境 这边的花长得是最好的 有一部分因为放不下了 所以放到了这种半影音的环境下 这个彩虹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彩虹它是藤本乐极 我把它放到这个墙边上了 这边的墙只有到日落西山的时候 才有一部分阳光能照到 其他的时间都照不到 那这个乐极去年只开了一次花 然后后面就没有下文了 因为乐极它还是比较喜欢光照的 你如果光照不足 一般情况下你是养不好乐极的 因为它没有阳光没有光合作用 它开花就会开的比较少 甚至出现不开花 长势卖这种情况 如果你家里的环境它就这样 你又想养乐极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从下面几个方面 去做一些工作 尽量的是满足它这个开花的需求 大家都知道乐极的品种是比较多的 大概有3万到5万种 这个不同的品种 很多的品种它有不同的特性 如果你家里养乐极的环境是半音的环境 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耐音性比较好的乐极品种 比如说黄金庆脸 欢笑格鲁吉啊 或者是玛丽玫瑰 这些乐极它的这个耐音性就比较好 如果是家里面这光照时间特别的短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绝代佳人或是高威 这两个品种还是比较耐音的 除了在这个品种选择上 我们要做一些工作 我们在平常的养护当中也要注意 因为它本身光照就不足 你就不要让乐极全部长到一起 尽量的把这个枝条给它分开 让底层的这个叶片也能够吸收到阳光 如果这个枝条长的多了 我们可以让它给它往外拉 让枝条全部往外面 就是让它通风好一点 尽量让每一个叶片都能够接受到阳光 这样在仅有的这个光照条件下 让它产生足够的这个光合作用 这样它开花才能够有保障 不然的话你这种半音的环境下 甚至是全天都没什么阳光的这种环境下 是养不好乐极的 所以说如果你环境不允许 但是你又想养 你只能从这两个方面去 出